山徒而消散 南部雨停了 但为什么新北市一带 现在还在下大雷雨甚至淹水呢 更多分析把时间交给华仙 好 这个时间点 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很纳闷 怎么会现在这个时间了 雨还下得这么的大呢 尤其包含像是新北市的金山区 万里区 像是在金山区的中正路 在市区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强降雨 甚至造成了晚上 还有瞬间的淹水灾情 所以当地的民众现在都很纳闷说 怎么会山徒而明明是没有 直接影响到北部地区 但是为什么这个雨 在北部地区今天 甚至到了入夜之后 雨是还下得这么的大呢 我们要带您进一步来揭秘 现在有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这很有可能跟过去 提到这个词 叫做东北季风的异常降雨 是有关系的 我们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为什么这个雨会下得不停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场雨 现在都是造成了 整个新北市迎风面地区 包含像是金山 石门 还有像是万里跟三只 都下起了这个大雷雨的 及时讯息 尤其包含了金山跟石门 现在的雨非常的大 食雨量可能都来到70到80 因此过去包含了台大 大气息的名誉教授 陈泰然他就曾经提到 这个词 叫做东北季风的异常降雨 什么是东北季风异常降雨呢 说到东北季风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每一年冬天的时候 吹着东北季风 感受上是这种绵绵细雨 不会是这种瞬间的强降雨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在新北市 会出现这种暴雨的灾结 当然这跟地形有关系 所以出现了区域性的累积降雨 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异常条件呢 最主要是因为跟大气当中 出现了异常的暖湿空气有关系 可是这个异常的暖湿空气 从哪里来呢 雷达回波图上面就很明显 在整个山陀的比较外围环流云系 就算它消散之后 这些残留的水汽 还是在整个海面上 加上这边偏的是比较东南风 偏偏现在台湾这边有一股东北风 所以整个冷空气跟暖空气交汇之后呢 就出现这种残留水汽 结果造成了地形上面的距离降雨 所以再从这一个比较放大的图 你就可以发现说 主要的大雷雨都集中在整个基隆北海岸 新北市一带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受到地形影响 所以强降雨不断的灌进来之后 因为地形的关系 累积在这一个地方 持续的下在这里 这也就是被这个专家称为是 东北季风的异常降雨 过去这种异常降雨 可能平均每天累积 日累积雨量来到了300毫米以上 就非常多 但是您知道吗 这一次目前包含了金山万里 三支石门都是警戒区 尤其现在包含了金山 今天一整天的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了580毫米 是非常的剧烈 更何况幸好在整个海面上 这个最大坨的这个 出现了气流符合的这个降雨 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陆地上 否则这个累积降雨的前行 会是更加的危险 尤其这一次还出现一些 中尺度的对流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整个台风走之后 现在包含了前气象局局长 证明点也形容说 主要是因为 在整个高空槽线当中 出现了很像是 没雨期的这一个高空气流形态 所以才会造成了强烈的 中尺度对流条件 因此在整个气象图上面 很明显 整个气流符合之后 造成了在整个迎风面地区 出现这种剧烈降雨 因此今天从白天开始 到现在入夜之后 你可以发现整个强降雨 都是集中在迎风面的新北市 尤其包含了三支金门 还有包含了金山跟石门 以及万里一带 甚至这些降雨 从原本的红色 下到已经发白 甚至发紫 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剧烈降雨 到底有多惊人 而现在气象局持续警戒 包含了金山区 还有石门区 这场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还会持续到晚间的九点钟 以上是这届嘴型